头条开讲我们要充百万订阅哦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订阅起来 副警惠一向在韩国过去 就是右派的代表 所以他跟这个美国之间的 那种联盟关系是非常自然的 一件事情 可是呢问题是呢 他当初呢没有受到认同 是因为他的内政 反应能力断七八糟 再加上闺蜜们 让大家非常愤怒 他的最大的声望下跌 是从4月号开始 4月号死了这么多人 中间处理荒腔轴板 很多条生命可以拯救 但是却没有拯救 而且都是年轻的学生 那么多的画面在传里面 求救的画面传出来 引起了大家的愤怒 那另外呢 在闺蜜干政这个部分呢 更是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 虽然里面有一些 我坦白讲也不是说 总统都一定会有一些亲信 可是他这个以权谋私的 很多的方式是有点太超过 所以大家很极大的反弹 所以他下台的时候 大家也发现说 有很多贪污收费 不然是关不起来的 如果你只是亲信干政 没有到你可以被关起来的程度 应该是亲信倒霉 不是你倒霉 可是你确实有一些 收费的证据在里面 可是我认为说 今天有这样把它放出来 这样的一个结果 跟总统大选是有关系 他也很明讲了 就是说他不希望造成 对立的气氛 因为对立的气氛对文战宇来说 没有好处 文战宇是一个倡导和解 包括他南北韩他倡导和解 然后韩中他倡导要互相交流 最近限韩令都慢慢放松了 韩美关系他们也是有一点点 能够去用智慧去化解 他不会去选择对立 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所以用这样一个执政思维 也不希望被在总统选举的时候 拿来做文章 要让他冷淡让他平息 刚好他的健康恶化 是一个契机 因为韩国本来就有一个 就是我们讲说 总统被特赦的传统 这也蛮奇怪蛮惨的 总统不是逃亡 不然就是自杀 贪污 不然就是贪污 所以他有很多机会 可以被特赦 不然就是犯下那个什么 镇压学生的罪心 反正他有很多机会 可以被特赦 没认很奇怪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 倒是这个蒲警惠的妹妹 蒲警玲 她是代表极右派参加总统竞选 其实在一开始参选的时候 社会上并没有很好的评价 觉得说你姐姐已经这个样子 你现在来 然后你又代表是极右派 不是那么讨喜 但是呢如果呢 蒲警惠会真的在这个关押期间 因为健康状况突然出了什么事情的时候 会不会变成一个不稳定的因子 等于是帮到了蒲警玲助选 那蒲警玲助选不代表 她妹妹要出来选代表极右派 对 参加总统哦 对那当然也不是只有她出来选 她可能不见得会是主要的候选人 但是如果她冲高的选票 然后激化的选情 代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导致选票的流失 那这个对于文在寅来讲 是没有必要的一件事情嘛 所以我认为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们是国内的政治考量 还是大于说国际上面过去的路线因素 可是啊介大使你怎么看 因为其实呢 这个韩联社有报导 说其实南韩法务部 他们曾经对特赦是抱持着消极的态度 既然原本是消极的态度 不倾向要特赦 那这个时候要特赦 难道是遭受到什么样的压力吗 就不得不 文在寅是不是真的 因此才会做出这个决定呢 那当然有人就说 会不会是美国在背后 为什么这样说呢 是不是因为南韩总统文在寅 觉得你最近不听话了 你比较轻忠了 所以呢就把这个 蒲警惠要放出来 然后他的妹妹反正要出来选了 所以可能是 妹妹会有在美国的势力背后在撑腰 这有可能吗 这个传说很多 不过我比较相信的说法是就是说 还是跟明年三月韩国大选有关 因为蒲警惠他有他自己的支持的区域 跟他的票源 他所属的这个国民力量党 在大丘跟庆上北道 有非常广泛的支持者 所以如果说这个时候 把这个蒲警惠放出来 那么文在寅他们的现在的执政党 可能就会得到这两个区域的 选民的支持 我想这个是最最最可能的一个 一个一个考量 因为有关的报道说是 文在寅跟他的政治顾问商量的 那你知道韩国的这个 检方是非常强悍 那他们几乎把所有 这个前任的韩国总统 通通关到监牢里面 几乎好像无一倖免 现在这个还关了两个嘛 那这个蒲警惠放里面 现在老李还关了一个前总统 李明博 李明博还在里面 所以李明博他可能就是因为 没有蒲警惠这样 有他的政治地盘 有他的支持者 所以我比较倾向于接受 这样子一个说法 不过有关就是说 美国人在背后的这个情况 其实蒲警惠的时候 也被美国人认为过于亲中 蒲警惠是相当亲中的 因为他会讲中文 对那所以 所以也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蒲警惠下台以后 或者下台 是跟这个 过于亲中 美国在背后运作 他当时是没有做完就下台 那这里面有一个 最近也是被特赦的 不是政治人物 可是呢 他在韩国影响力很大 就是三星的 现在的这个 三星的这个负责人李再荣 李再荣倒是很多人认为是美国施压 要把李再荣放出来 以决定让三星大规模到美国去投资 这应该确定的 确定的 因为三星是投资170亿美元 我们台积电只有120亿 所以这170亿有人这样说 就是说这170亿是美国跟三星讲好的 然后呢 说我们把你 我们叫你们 我给你文在寅施压 叫你把李再荣给你放出来 放出来以后呢 你跟我美国合作 所以这种各种说法 不过这个说法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 不过三星也拿到莫德纳代工 也拿莫德纳 对 因为三星太大了 所以韩国这个政治你看就是说 这个受到区域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战 外界的这个外交影响也是非常的大 这里我补充一下 好来亮哥 事实上特色普警会是有利有弊 因为文在寅的阵营是左翼 那他目前的大家公认 他支持的对象是李再民 这个是 他就是最主张要弹劾普警会 要把他关起来的 那他当年事实上民调高涨 也是这个原因 因为他是第一个主张要弹劾普警会的人 文在寅还在他后面 那可是文在寅的初选赢了他嘛 所以文在寅当了这届的总统 那李再民又跳出来这次要选总统 那目前为止文在寅是支持他的 那普警会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 李再民的民调跌到38 然后他的对手就 那个尹锡悦 那个检察长 44% 他的民调是44% 当然不是说这样就结束了啦 因为年三月才有选 所以街大使刚刚讲了说 他也许有一些区块性的选票 那这个可能也是事实啦 就是说坦白讲两个人实力蛮接近的 而且尹锡悦这个人也是很可怕的 因为朴槿惠的案子也是他办的 李平柏的案子也是他办的 两个总统都被他抓起来 是是是 所以他就有一种这个公正不阿的形象 要出来选举 韩国的司法权是很大 很大 检察官超大 你只要看过电影你就知道了 对对对 检察官是非常大 所以因为他每次总统大选 坦白讲都蛮曲折的啦 那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尹锡悦 跟这个李再民啊 44比38 可是如果普警卫真的是 对他所属地盘不动 那当然影响很大啦 影响很大啦 请教官下召集令 支持中村的好朋友们 欲请呼吁大家加入订阅充讯的行列 距离百万订阅呢 只剩下不到十万的差距了 希望可以在年底之前达成百万目标 所以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共创2021的奇迹 按赞 分享 订阅 让全球的华人都看得到